主要就是说以色尔的进阶函数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讲了蛮多以色尔的进阶函数 所有的相关的村民都在这边 你会发现 这也跟我刚刚讲一样 跟种树一样 一棵一棵一棵冒出来 那越来越多它就变成一个森林了 就像我在部落格上面 我写了快千篇的教学部落格文章 一样的道理 反正那东西 那你想说能赚多少 如果你想要说做这些事情 能赚多少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做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想要 无所谓而为嘛 反正你做得开心就好了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反而会得到更多 所以让我想到以前那个什么 以前那个童话故事里面 什么金斧头跟银斧头 反而那个很诚实的人 他丢下去 没有啦 我刚刚是一个铁斧头而已 他反而都给你 反而你要欺骗他 什么都没有了 连你的复仇都不见了 好 那其实 最主要就是了解那个函数 不是只有基本的函数 还有进阶的函数 另外的话 函数也不是十倍的 你要了解那个使用函数的方法 要活用 也就是说 即便你完全没使用过那个函数 其实你看到那个小妹的操作方法 你也会知道 因为你看我用完全都不是用背的 我是看上面他要跟我要什么资料 我给他什么东西 对的哦 OK 而且如果是文字你就要给文字 数字你就给数字 那结果就正确了嘛 所以完全都不是用背的 再来就是到VBA 好 然后呢 可能会跟资料库有关的 大家讲的可能会少一些些啦 也许我们可以把 Excel当资料库来看 因为Excel本身就是一个 类似资料库的一个结构 表格嘛 一览一览的嘛 对 那只是说呢 以往2003以前呢 他最多一个工作表就是 6万多比 6万多列啦 其实比数 资料库是比 然后呢那个Excel是列 一列资料呢 就是一笔记录啦 就跟资料库概念其实是相似的 那可是在2007以后呢 可以放到100多万笔 所以你像我们做表单嘛 输入进去 他就一笔一笔一笔 你可以放到100多万笔 一个工作表 那是当然如果暂时放资料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 那还会用到像SS 或者是更进阶的资料库 那这时候当然好 就是下个阶段 我们会讲到 那难度又会更高 所以如果要想要学下个阶段的课程的话 如果你有想要在 那个寒假这一段时间 二补一下啦 反正你再来选 如果你还没准备好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 就是我们这学期的先了解了之后 再来选 否则的话下学期 又会更高 可能你现在是爬阳明山 再来可能要爬玉山呢 所以体力要先自己练好了 不要说爬不上去 那就气喘吁吁了 可是我讲过啦 人总是要给自己找一点茶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 真的 等到你爬完玉山之后 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你可以很自豪的说 你看我连玉山都爬回来了 对不对 哇那感觉是 而且你跟身边的人讲 人家就说你真的是 你还非常年轻 对不对 其实最重要是心态的年轻啦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我觉得他心态比我老太多了 我都觉得说我比你更有热情太多了 做任何事情我从不抱怨 对不对 但年轻人好像就偶尔会有一些 什么什么 当然我都不一定会 我刚才讲你要从正面的方向 正面喔 你不要一直负面 所以我是那种提供正能量的人 很多负能量的人 一直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我都跟他讲说 你这没有用啊 我当然很直白的跟他讲 所以我们不太喜欢 跟那个负能量很强的人在一起 对 你会发现公司很多人 就一直抱怨 然后说我明天不做了 可是最后都是他身边的人不做 对不对 都是他身边的人先离职了 为什么 因为他就把一些垃圾倒给别人 对 对 真的 真的 公司太糟糕了 主管太糟糕了 对 结果他还一直做 这种人活最久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当然你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要懂得去正向的看待 看待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用正面的看待所有一切 其实说真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能我一直都是这样在过生活 所以很多事情觉得说 很多东西其实你会发现 永远都有学不完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然后看待事情也会比较不局限在表面上面 你会发现很多人讲出来话都太表面了 当然就很多的事情 他就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事情的真相 那其实我们这门课 这就能开设也是因为 很多东西也都是我慢慢的去把它摸索出来 把它变成一个系统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那里面的话当然有这些 所以我们这阶段的话 大概就是现在这部分 所以下个阶段的话 会有这么多东西 又更进阶了 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今天大概就 没有 包括今天的话 大概还有三次上课 那就要做个ending 那所以我大概方向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今天的话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说云南白板上个礼拜 其实就是检视与产照 后面就是综合高阶范例 那我们看到 昨天是 上个礼拜是 讲到这个 有关好几个 像index offset indered函数 那今天的话 请各位 继续再来看 后面我们有关 那个就是检视与产照的 其他的范例 那这个范例的部分的话 我们 请各位开启这个 就是检视与产照 里面的 这个 这两个 这个是题目在这边 就是题目 题目档 里面要做什么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们需要的档案 因为这个档案比较大 所以我们把它额外分开来 那开起来各位可以看到 综合练习二 这一题 那请各位稍微把题目看一下 里面的话 主要是用到 之前我们跟各位讲过 那个所谓的建立范围名称 那以后的话 按F3 去 算所谓的配股数量表 那里面的话 大概 我们需要 题目在边 然后呢 需要的范例档案 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上面这边 这个是范 这个范例 那需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 就是算出它的分配的股数 到底这一个 股东 其实应该就是所谓 他们员工 他的业绩 其实都是业务人员 分配多少股数 他这边有业绩 有1400万 所以他应该配多少股数 1400万 应该配三万五千股 所以理论上当然 你这边输入三万五千股 那这个呢 八百九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就是八百九 两万五千股 不过 当然你不是说 一个慢慢慢慢看 我们有什么方式 可以完成 那现金股例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 这边都有 现金股例的话 就是原有股数 与分配股数 总和 就加起来 除以总发行 股数 再乘以分配盈余 那你想说 这怎么 我怎么会懂呢 不过上面都跟你讲 都有定义名称 所以未来 你要做这个公式 你就按F3就好了 他就会自动帮你跳出 那个东西放哪里 那你就把那个东西找出来 现金股例就算出来 税率表 不过税率表 特别之后 税率表在这边 税率表 他的栏位在 左 有没有 栏位名称在左边 表示他是水平的 所以记得 我们如果栏位名称 假设是在 上面的话 用V路加元素查 如果呢 他的栏位名称 在左边的话 用H路加 H水平的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那还有这些 那首先 其他部分 我们待会再 请各位就是 先把这个档案 先开启 了解一下题目 那第一件事情的话 也许就是先到公司里面的 名称管理人 名称管理人里面 我是建议呢 你这个地方全部删除 全部重建 为什么 因为 之前有同学就是 有重复的东西啦 所以记得把这边先删除 因为他这个题目 本来就已经帮你先建了一些 那待会也许我们就全部重建 然后再把题目一个个把它做完 那做完之后呢 也许看看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也许就是VBA的部分呢 看看能不能做什么呢 来做两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全部帮你做完 按下它 全部帮你清除掉 这个当然延伸性的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